小刘是杭州 萧山 嘉靖天城沿街商铺的租户 3月21号下午 他的车停在了这个位置 挡住了一辆业主的车 当时业主要接孩子 给他打了电话 要求移车 记者看到 小刘停车的位置不是车位 小刘的说法是 当时停车场没有车位了 业主的停车位置也没划线 而且停了两三天没动 他就把车暂时停到了前面 这过程中来了好多物业的人 产生了口角 就是说了很多话嘛 吵起来了等于那种 今天就把我拉黑了 我的车子今天早就再出不去了 那个牌子上写的是拉黑 此车也拉黑 小刘把车开到到闸前 屏幕显示黑名单车辆禁止出场 乌业现在就是往业委会去推 说是这是业委会的事情 跟那乌业没关系 刚进小区 保安把小刘和记者拦了下来 说是要向领导打电话报备 你现在到酒店那边住 我们马上全都到乌业 乌业的 他们都到乌业 到酒店那边住 你们可以在那里 等下联系那个 记者在现场等了15分钟 并没有看到物业和业委会的人员 在找到嘉靖天城物业服务中心 前台工作人员表示领导去吃饭了 又等了十来分钟 一位孙助理赶了过来 然后问他什么时候过来 他老是说推推推推 等会我们那个业主实在是急得多办法了 大概四五十分钟 四五十分钟之后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了 拿着那个移车器就过去移车嘛 孙助理告诉记者 业主当时要去接孩子比较急 要求他们移车 物业正准备移车的时候 小刘来了 至于拉黑车牌 孙助理解释 小刘围停次数比较多 是业委会这么操作的 我们这个外围停车厂是一个业主的停车厂 他的一个车子就是围停 围停次数可能有点多 然后就是说 这边也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围停次数或者是恶意那个堵车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就全力就业委会这边就全力拉黑的 付钱可以出去的 那他人呢 进来是进不来了 进来应该是进不来了 记者从小区的微信公众号找到了管理规约 第20条规定 小区机动车应按规定有序停放 对因车辆乱停放影响通行秩序的行为 由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予以劝阻制止 劝阻制止无效的 业委会可以将上述行为人及其行为 在公示栏予以公示 并可限制该车辆在一定期限内进入本小区 你若我多次为停步 请你找出来 除了昨天那之前的 我刚想跟你说 孙助理拿出手机 给记者看了小刘这几天微停的照片 20号的 你停了这个通道 那我给你这个车它为什么可以 这是昨天晚上的 我先说你的 对 然后这个是21号的 是吧 这里挡别人车吗 挡别人车了吗 你停了这个过道上的 它也没有线呀 昨天那个女士的车 我知道 它也没有线 你也听我说完 就是说你说 围停怎么围停 就是说你停到这个路中间 小刘表示 停车场车位有限 围停车不在少数 前几天停车的时候 他没有挡过别人的车 他希望能把车牌移出黑名单 这个事情到时候我反归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你反归了 那我的生活怎么办 他那个女的可以去接孩子 那我要不要生活呢 我要不要出入呢 业委会办公室没人 孙助理也没有业委会的联系电话 嘉靖社区的谢书记表示 他会去了解情况 到时候给小刘一个答复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